后面是我上课的地方 是大邱的范芸图书馆 是刚成立的图书馆吧 刚建成图书馆 长得比较气派 今天决定路网制 也是觉得好不容易 就是有这种工作的机会 然后 路人都在盯着我看 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图书馆 长这个样子 今天在这旁边是 应该是大邱最高的 这种民宅吧 然后前面有这种非常好看的雕塑 咖啡杯子们 比较 比较有特色 然后我现在要去坐地铁啦 这是 范芸图书馆的刚开始的地方 有这种 像是 比较艺术性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长廊 特别特别长 是条街 然后会有这种 彩绘涂鸦呀 插画呀 这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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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一类的东西 这一类的东西 这一类的东西 就像是一类的东西 这一类的东西 为什么要来说 这一类的东西 就像是一类的东西 就像是一类的东西 然后在很轻易的东西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看到这种东西 这类的东西 它是一类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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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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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不到出口 我终于回到地面上了 我喜欢大秋的地方 是这种它可能走到比较宽阔啊 比较大的街上 远处可以看见山 我到公交车站了 我坐的公交车还有 还有七分钟 在我后边这个方向 就是一直往后走 然后过一个特别大的十字路口 就是大秋的商业区 就是算是一个购物的中心吧 叫中央路跟东盛路 是怎么说呢 比较大秋比较繁华的地方 然后有很多名牌店啊 百货商店啊都在那边 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下 我出来的这个路口 是商业区的下一个街区 我看到的那边 不得了 不得了 我这里的地方 我就看到了 我第一个人 我第一个人 如果那段时间 我都在那边 他们就被一路线 也好 我出来 我愿意 我这边 这是我学校的正门 可以看到那个小红字样 KNU就是我的学校 好不容易出一趟远门 带大家参观一下 简单的看一看大丘吧 反正就是我来回 从这周开始每星期二走的一个路线 我也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满街的人盯着我看 觉得反正看视频的人应该能理解我吧 不过从我身边过去的人 可能觉得这个人好奇怪 为什么自己对着手机说话 我到宿舍了 这是我的书架和我的床 然后其实以前很喜欢录这种 就比如说网制啊日制啊 或者是这种就是生活记录这类的 我之前有朋友提前我说 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玩 录过一支之后就 很少有这种生活的记录吧 反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拍了 因为你对着一个就是相机也好 手机也好你对着一个一个机器 然后一直说话 其实刚开始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不过今天我还好啊 路上的人很多 可是还是 我可能说话声音比较小 我有一个 比较怎么说呢 在考虑这个问题 是要重新再开一个频道 上传这个网络日制 还是说就在我原来的那个 美妆的那个视频频道里面上传 所以就比较纠结 因为这毕竟完全跟就是打扮啊 就是这一类的那个 那一类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是关于我个人 我比较生活化的一些东西吧 如果说大家 还是继续想看我的这一类的视频的话 我是可以考虑再开一个频道 然后如果说大家觉得 还是说要以美妆啊 或者是这种搭配类的视频为主的话 就可能会减少这样 就是网络日制的次数 好热走的好热 好多朋友都跟我说 就是我是什么人民教师啊 然后是老师这个职业什么之类的 我是有在讲中国语的课了 然后之前批卷子也是 就是帮教授批卷子嘛 因为教授他要上那个本科的那些 一些课程 就是专业的课程 所以考试的监考啊 批卷啊 都是我们这些就是研究生 他指导的这些研究生来帮忙做的 所以我不算是教师这个职业了 我的职业还是一个学生 所以就是只是说在平常的一些时间里 或者是必要的一些时候 去做一些老师的工作而已 所以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学生了 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今天就好长时间没讲课嘛 今天讲课也是 刚开始特别紧张 然后很多人都有一些就是问题 他们就一直问 然后就是来的人来学习中文的人 也是他们的水平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学了 学了大概两三年了 然后可以简单的说中文 说一些日常用语之类的 打招呼之类都没问题 可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完全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连批音啊汉字什么都不知道 就来报这个学习班 所以就是比较怎么说呢 差别比较大吧 然后教起来可能刚开始 我觉得是挺有困难的 不过上一上看吧 我觉得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吧 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这个讲课这种 这种工作 还是说适不适合老师这种职业 如果说自己能做好的话 说不定以后会往这个方面发展 我想 然后讲到嘴巴完全干掉 然后肚子也在叫 脱妆 不过我的眼妆还好耶今天 没怎么脱 没怎么掉妆 所以 对我今天 就是这样 等一下去我姐家吃饭 好像 想今天在我姐家住一晚上嘛 因为我要把这个大白熊送给我的小外甥 看过我微博的人都知道 我小外甥现在是一岁 不到一岁半 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家伙 然后打算把这个大白熊送给他 因为我的床是这种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床是这种单人床 所以就是 他这个家伙占了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只打算留下我的牛 还有就是我表姐送给我的这两个小熊 然后把这个大家伙送给我的外甥 然后还有朋友问我 这个红色外套是什么牌子 我不幸的告诉大家 他没有牌子 领子上没有 没有标签 也没有说 任何的商标一类东西 完全只是 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然后他之前的扣子都掉了 然后这是我自己买的扣子后缝上去的 我自己配的扣子 这个外套我已经穿了有五六年了吧 反正很长时间 是我很喜欢的一件红色外套 比较像那种军装的风格 是这个样子的 OK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么多 然后屋里灯光还算充足吧 因为灯泡很多 所以就 希望大家看的还好 然后以后会怎么样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如果说有有趣的事情发生的话 我也会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然后接下来的分享视频跟美妆视频 我都有录 但是现在还没有编辑 所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上传 然后希望大家等着不要着急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